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日前正是单飞的吴尊 此番在该剧中的表现也是备受光注 一向以天才美男形象试人的吴尊 此次在片中化身魔法武士 与吴金较量武艺 并大秀难得一见的喜剧天赋 吴尊坦言 此番在该剧中的武打戏份并没有太多危险 而一旁的吴金则称赞其反应快 你还好这部戏没有太多的危险 就是钓一些钢尸 然后他们都请很专业的一些团队来帮我们 所以没什么危险的东西 我们这次还是比较多的是那种隔空取物啊 那种两个人距离不是很近的那种打斗 唯一的就是那场激光剑那场我们两个人会打打得还不错 他反应蛮快的 而且有掉尾牙 反应挺快的 接受能力很强 发布会现场曝光了一段火系魔法师吴金与土系魔法师无尊动法的片段 难看出该本片在特效上也是下足了功夫 这是由于特效的帮助使得吴金此次的出演异常轻松 然而曾在拍戏中吃过不少苦头的吴金对于打戏依旧执着 这又是为什么呢 前几天我受伤的时候正好父母也在片场探我的班 那我就每天装着说跟统筹说要排我夜班 我不能看他们吃饭 然后回到房间之后我就说回来了 你们玩得挺开心的嘛 挺开心的 然后装着没事 然后告诉我父母说 没事 我这脚底磨了一个泡 所以走路有点瘸 其实是韧带撕裂的 当然希望有人来疼 有人来关心你 但是动作演员这行确实让人家觉得太不安全了 太担心 担心太多 所以自己扛着吧 你为了完成自己的梦想受伤 你就自己去享受就好了 没有什么后悔不后悔的 此番在《开心魔法》中在徐开心鬼饰演木戏魔法师的黄百明 谈及此次饰演的角色时 他坦言 就是延续了以前我这个开心鬼系列里面的康辛贵老师 因为在哪个年代 80年代 我拍这个开心鬼系列已经 这个康辛贵老师已经有超能力了 所以现在这个开心魔法 还是有康辛贵这个角色在里面 不过现在已经不是老师了 现在是一个教授 所以我就扮成老年人的样子 可能你们看起来就像一个老的哈利波特 其实不是 是一个老年的康辛贵老师 现在是康辛贵教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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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